黃金大頭蓮跟一般大頭蓮的習性很不一樣 一般大頭蓮都習慣在有陽光的地方出現 喜歡曬太陽 但是黃金大頭蓮卻常在陰涼的山溝處出沒 既然知道它的習性 所以盡量往那兒找 準沒錯 我們跟著大哥沿路收入先前就已經放好的王 希望在他們專業的協助之下 會有好的消息出現 誒 有了也太快了吧 兩條 你看 馬上就是你什麼熱爆的王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這大頭蓮它被王子卡住之後它就死掉了 太太太 唉唷 各位 各位 哇 這個有幾斤 20多 20多是不是 這個一個不小心人就再繼續游泳了啊 誒 上來了 上來了 黃金大頭蓮 這不是喔 這什麼蓮 這是普通的而已 這不是黃金大頭蓮喔 黃金大頭蓮 到上手那整條會變成景色 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品種 喔喔喔喔喔喔喔 大哥 你的手被它咬進去了啦 要這樣抓 一定要這樣抓喔 一定要這樣抓喔 對 哇 你整個人 它裡面沒有骨頭會刮到你喔 不會 它裡面只有那個腮啦 腮喔 它的腮很軟 我看一下大哥它抓哪裡 等一下下一尾如果有的話 不好意思好不好 我就嘗試一下 喔喔喔喔喔 很會跑 它真的很會跑 這裡這裡這裡 我要這隻 這個魚長得滿漂亮的耶 這叫武昌魚 這也是真文水庫裡面的魚 對啊 但它是善良的魚種 它是善良的 必然一無粗啊 原來我們的惡霸 終結者也是要靠我們的這個昌魚 武昌魚 放在裡面啊 好 放在裡面 大哥前面這一節的 不要把它砍掉喔 對啊 這樣 這是塑膠尼龍繩耶 對啊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武昌魚放到上面來 不是啦 用魚勾啦 這是鋼絲耶 我的天啊 你們不是用魚線嗎 不是用鋼絲的 比較不會斷 所以說這個惡霸魚 它的力氣很大 對啊 它也要使用力啊 它用的工具洞 都是我第一次看過的 竹子 然後呢 這是什麼 你知道 彈力繩 那比較不會拉斷 不會拉斷 所以都是你自己做的 很耐用 對啊 厲害喔 然後我給他擦差不多 那個岸北的四 同客說 雖然時間也差不多了 趕緊回頭去看看 我們設下的陷阱 有沒有收過 什麼樣子 武昌魚好像還在 可是武昌也沒有 有來咬啊 有來咬 啊 被剪掉了啦 怎麼會這樣子 咬不到魚勾啦 那個尾巴就 它吃掉了啦 我的天啊 這個牙齒也太利了吧 聽說在真聞水庫裡 有一條黃金魚 體重高達40斤 堪稱水庫中的超級巨霸 牠行蹤成名 一出現就是一道金色的閃電 非常美麗 究竟這黃金巨霸有多神奇 讓小馬我來揭開 牠的神秘面紗 真聞水庫 我們打電話出現 超大的黃金魚耶 我來找這黃金魚 一定要跟當地的漁民 有一位叫阿祈哥 跟我約在這邊 他就在那邊的地雕 應該是這位吧 來來來 欸 阿祈哥嗎 對 阿祈哥 你好 你好 阿祈哥 你們這真聞水庫裡面 真的有那種超大的黃金魚喔 有有有 真的有 可是 要見到牠的話 機會應該是 很渺茫啦 可是可以試試看 對 渺茫喔 對對對 哇 你這一開始有個潑冷水 我也想跳牠耶 因為這個機會真的是 很小 很小喔 這個算是突變的 真的喔 牠是突變的喔 對 是突變的 阿多大 應該有 三四十斤以上 差不多到腰部 應該可能 超過腰部 對對對 坐上阿祈哥的教法 希望能夠順利找到 這神秘的黃金魚 不過阿祈哥說 想要提高找到牠的機率 有些事不得不做 阿祈哥 你要做什麼 這邊做拋竿 拋竿是不是 準度的經驗 有了 哇 那怎麼怪 這裡就這裡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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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這阿祈哥你也太神奇了吧 在茫茫大海 不是 在水庫中 斗力竟然可以一勾就中 而且連更小的拖鞋 也好像有磁性一樣 輕鬆上勾 接下來就換我來大顯身手了 Show time 兩塊把牠的勾子 弄起來 好 停停停 當當 唉唷 來 要停 驚死人一羊肝 牠會飛過來耶 沒有 你就沒有 你就一直羊 你就一直 一邊在那邊 一邊一邊羊肝 這下很糟了 這個是我的認證中 一次非常困難的一個挑戰 來喔 一 二 三 漂亮 漂亮 OK了嗎 可以 停停 羊肝 一 二 三 好 羊肝 各位 對 也是這樣 YA 真聞水庫的回應 還滿過癮 這感覺上就是我們那個 真聞水庫的黃金水罐 我怕等下再甩幾次乾的話 釣到應該是老硬 黑色老硬 有 準度訓練完畢 我們立刻出發 前往全台唯一合法的水庫釣魚平台 尋找神秘的黃金巨無霸 據說牠經常在這裡出沒 所以想要見到牠的蹤影 打聽牠的神奇故事 來這裡準備錯 究竟能否順利的完成任務呢 我可是非常期待 神秘的黃金魚現在在哪裡 現在如果我們 剛好這個陽光的角度的話 牠如果現身會從這邊游過去 牠會現身 對 從水面上面可以看到牠游 對 看到牠游 水溫 對 沒有看到整條魚 因為牠是金黃色的 所以在水面上的話 很明顯 對 所以會慢慢游過去 對 所以我們要在這邊等牠 OK 游過去 所以牠會從這邊游過來 喂 魚喔 可以 有嗎 有 有 這什麼魚 什麼魚 不該是武昌 你說那個武昌奇異的武昌 欸 這什麼魚 這個是武昌魚 這是武昌魚喔 哇 拿起來看一下 武昌魚是小條的 武昌魚能夠長多大 這算大的 這算大的喔 對 哇 但是這個跟我們今天要 探索的神秘黃金魚 應該這是baby吧 平常釣客來這邊都釣武昌魚 武昌魚跟梗魚 那邊釣客應該有 好啊 我們看一下 欸 大哥 恭喜耶 哇塞 還上節目咧 哇 真厲害 欸 女釣客耶 你是會釣魚 還是你跟妳先生來 會釣魚啊 會釣...欸 這就是梗魚嗎 對 梗魚跟那個鯉魚 梗魚跟鯉魚喔 這個現在是把牠拉起來 如果沒有放回去的話 可能怕牠等一下又再吃鵝 現在先把牠鉤子取下來 對 趕快放水裡面 對不對 對 然後呢 讓牠不要讓牠 等一下游出去又被抓到 哇哇哇 我們趕快把牠放回水 對對對 哇喔 欸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位女釣客 你有看過這裡有一種 很厲害的 巨無霸的 神秘的黃金魚嗎 黃金大頭蓮 看過了嗎 有看過啊 這邊像 你剛剛有說什麼 黃金大頭蓮 對 黃金大頭蓮 來 大哥你在這一代生活多久了 半年而已啦 我以為你說我在這邊已經五六十年了 結果你跟我這麼半年 你是來這裡上班的喔 你剛剛說什麼黃金什麼 黃金大頭蓮 大頭蓮就大頭蓮 大頭蓮那有什麼黃金大頭蓮 它另外有一個那個品種不一樣啊 它好像要五十萬條才有其中五一條 喔 經常在這邊有啊 而且黃金大頭蓮走前面 一般的大頭蓮就滾在後面走這樣 哇 這麼酷喔 一般大頭蓮還跟變種黃金大頭蓮透面 對 好像皇帝微服出巡這樣就對了 對 皇帝下江南就對了 對 是不是這個意思 雖然在地人都說黃金大頭蓮 常在這裡出沒 但是無論我們怎麼等 它就是不出現 在跟阿祈哥討論過之後呢 他建議我們請水庫的魚撈業者幫忙 在他常出沒的地方放網 看看能否有機會 一見他的廬山真面目 這位水庫這麼大 它應該有一個區域就是 那是黃金大頭蓮出過的地方吧 它出過的地方不是很固定 不是很固定 那其實也要有那些小船 跑大頭蓮進去 那因為魚有習性嘛 要不然的話你這位水庫那麼大 你要哪去找黃金大頭蓮 你一定是他們漁民啊 清楚說喔 原來是有山溝的地方 就會出現黃金大頭蓮 那它在水庫裡面動得很快 還是進水不動 它如果比全體裡面的比較小 它就跟著後面 如果它比較大的話 在水庫在水庫 在水庫在水庫 大哥說黃金大頭蓮 跟一般大頭蓮的習性很不一樣 一般大頭蓮都習慣 在有陽光的地方出現 喜歡曬太陽 但是黃金大頭蓮 卻常在陰液涼的山溝處出沒 既然知道它的習性 所以盡量往那兒找 準沒錯 我們跟著大哥沿路 收入先前就已經放好的網 希望在他們專業的協助之下 會有好個消息出現 在水庫 有了耶 也太快了吧 兩條 你看馬上 這就是你什麼時候放的網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這大頭蓮 它被黃子卡住之後 它就死掉了 快快快 哎唷 哎唷 各位 哇 這個有幾斤 20多 20多是不是 這個一個不小心 人就再 就去游泳了 欸 上來了 黃金大頭蓮 這個不是 這不是喔 這什麼的 這骨頭蓮 這不是黃金大頭蓮 黃金大頭蓮 你刀上船 那整條會變成金色 這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民主 來 喔喔喔喔喔喔 大哥 你的手被它咬進去了啦 要這樣抓 要這樣抓喔 一定要這樣抓喔 對 哇 你整個人 它裡面沒有骨頭 會刮到你喔 不會 它裡面只有那個塞啦 塞喔 它的塞能力 我看一下大哥 它抓哪裡 等一下下一尾 如果有的話 不好意思好不好 我就嘗試一下 這個嘛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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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唉唷 我後悔了 我剛剛沒有講那句話 唉唷 大哥 唉唷 不是 我不是怕髒 我是很怕那個感覺 你知道嗎 因為 對啦 好不好 觀眾朋友原諒我 我平常 嘗試的OK啦 但剛剛那個是專業 人家那個是專業 下去之後 那個塞一拉 唉唷 欸大哥 所以你一次這樣下網啊 隔天來的時候 一定都有有嗎 又有了對不對 又有了 這條大 這條大是不是 喔 喔 喔 哇 大化系 跑掉了 阿里咧 看到我們眼前方呢 前方還有一些 魚已經在那個 魚在補掉是不是大頭簾 而且現在 現在黃金大頭簾 還沒出現對不對 對 公平講黃金大頭簾 會中的話 都會變成一個昂天 哇 我們想要抓的是 黃金大頭簾耶 怎麼意思來 這是這什麼簾 這也是大頭簾 好沒有變顏色 它不是黃金大頭簾 甩的力量其實蠻大的 大頭簾的身體 有黏液不好抓 所以漁民們呢 會將手伸到喉嚨裡面 從塞的部位伸出來 卡住座椅固定 另一手呢 則是做輔助用 這動作可不好玩啊 說到真文水庫 可以說是全台最大的水庫 裡面的大頭簾 也是數量最多 每年會固定放養 一百萬隻魚苗 一方面讓大頭簾 吃掉水中的水草與 淨化水質 避免優氧化 而等魚長大之後呢 還可以賣錢 真的是一舉數得 白葉 也是大頭簾的一種 但是呢 它沒有大頭簾那麼新 水 它是比較貴啊 我要不要帶沐浴乳來 跑掉水喔 小偉的生命力很強喔 一下就跑掉囉 跑得好喔 那一條蛆腰 那一條大頭簾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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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啦 好像今天黃金大頭簾 不給我們台灣第一人面子 不願意被網到對不對 網子這種也很聰明 你放一兩次 撞了差不多兩三次之後 它就不會再種 你要中心放了 就它可以知道 這個水域裡面有危險 它就不過來了 那你網子 放在水隔了一頁 一頁卡低纖啊 網子啊 它整個變成黑色的 就變成黃金大頭簾 雖然這次無緣間的黃金大頭簾 但是沒關係 竟然來到真文水庫 當然要來嘗嘗美味的水庫魚料理 你看啦 主廚 怎麼樣處理它 我們大概用是 14斤至15斤 甚至已到20斤左右的魚 所以這個魚的尺寸是最好的 對 這種魚 它有沒有再大就不好吃 太老了 那我們第一個 我們要做的是 砂鍋魚頭 正點啦 砂鍋魚頭我愛吃 然後呢 砂鍋魚頭 魚的魚一頭 連魚熬 要吃這塊 因為在了地利之變 大埔的砂鍋魚頭 更是用最新鮮的大頭簾 來做料理 先將連魚頭處理好 洗淨撒點鹽 就可以下鍋油炸囉 炸好的酥脆連魚頭 再加上滿滿的蔬菜 調味料倒入高湯 燉足 就是暖乎乎的砂鍋魚頭啦 這一鍋就是 今天的中頭戲 今天的中頭戲啦 來 先喝口湯 大頭簾 先喝口湯 然後來取一個最重要的 太讚了 太讚了 來吃這個 魚頭 你說你不是熬嗎 對 熬 熬 是什麼口感的東西 嫩得像豆腐一樣 真的耶 一個轉念 肥油變豆腐耶 肥油變豆腐 它就是嫩啊 原來大家都喜歡吃這一塊喔 滑溜溜的 看到沒有 就這一塊 哇 得分 哇 師傅 親自幫我這樣夾一塊這個 大頭簾的魚肉 這個是靠近魚腹部的地方 它炸的酥香 它煮出來的話 它的味道又不一樣了 炸的火候不夠的話 它煮出來就沒有這種味道 哇 我好久沒有來到水庫旁邊 吃這種 水庫魚的大餐 好好吃喔 除了大頭簾之外 增溫水庫還有其他的水庫魚 都可入菜 用川菜手法料理的水煮魚壺 以麻辣口味入菜 凸顯魚肉紮實的口感 還有麻油 去腰 不僅補身 更能夠吃到細緻的肉汁 另外還有煙燻五昌魚 每一道美味的水庫魚料理 都讓入秋的含義 增添了滿滿的暖意 增溫水庫 增溫水庫一直是提供給 南台灣水源的重要水庫 其中漁獲種類也是相當的豐富 不過卻有一種殺手級的魚 縱橫水庫十多年 讓當地漁獲量逐漸的減少 幸好出現一位終結者 用大家意想不到的方法 解決惡法魚 現在就跟著小媽我 一起來當終結者吧 大哥 什麼事 你是要去釣魚喔 不是 我是在抓魚 抓魚 對啊 惡霸 是不是這個增溫水庫裡面 有惡霸魚 對啊 很怕耶 我最惡霸的那種魚 是喔 你就是惡霸終結者 對啊 大哥你好 你好 我們現在要坐這個船出去 然後準備就馬上去抓魚嗎 對啊 我現在要出去抓 你用什麼工具抓 用那個魚鍋 架上起來吃一種魚 用魚釣魚 對啊 這很常見的方法 對啊 你用什麼魚去釣它 用那個五昌 五昌魚 用這麼大的一隻五昌 五昌 用這麼大的一條魚 去釣它 可見那個魚可能更大 對啊 更大 是喔 對啊 那這厲害了 好不好 那我們這個工具 除了魚鉤之外呢 要魚竿嘛 還有竹竿啊 竹竿 這麼粗的竹竿 竹竿是天然的嗎 對啊 天然的啊 那 在哪裡 在那個隔壁那邊 所以我們要去 弄一些竹竿過來 對對對 聽說這惡霸魚 是屬於外來入侵的魚種 因為生性凶殘 鑽吃狐狸的原生魚 導致水庫中的魚貨量逐年減少 我真想看看它 到底是什麼樣來頭 不過 想要抓到惡霸魚 居然得先砍竹竿 這 我還是正是頭一回聽到 這裡有很多的竹林 天然的竹林 對啊 但是這棵倒下來 這棵就應該可以了 對啊 這棵可以啊 是 你看 天然的釣竿 欸 這就天然的 哇塞 厲害了 我幫你拿啦 好 喔 要這麼長喔 對啊 這好幾尺了 這樣就很長的一個釣竿了 對 就一隻 這要幹嘛 要插在那個泥土裡面 插在泥土裡面釣喔 對啊 那你剛剛說是 我們那個惡霸魚是什麼魚 到底是什麼魚 是魚虎 魚 魚虎 對啊 我們在吃魚的 對對對 有一首詩嘛 對 那個魚 對不對 江峰 魚虎 對稠棉 對啊 對咧 對咧 那是魚虎啦 那個是魚虎 魚虎 魚虎是那個魚的殺手 魚的殺手 對 魚虎長得多大 20多斤啊 20多斤 這麼大 比較大一點 再大 對 20多斤 那你這樣用這個竹子 可以釣得起來 這樣還可以啦 還可以喔 它會不會很掙扎 會不會 你有沒有被拖下去過 都會啊 會被拖下去 對啊 對咧 大哥說 因為魚虎的體型和力氣 都比一般魚種大上許多 而這種天然的竹竿 就是對付魚虎的最佳武器 因此每回來到正溫水庫 它都得準備許多 夠粗又夠長的竹竿 才能夠確保釣竿 不會被魚虎破壞 至於它的魚兒 居然也藏在這個水庫裡面 這是什麼 抓到魚鵝 魚鵝是你們之前抓到 抓到這裡養的是不是 釣到然後放在這裡 喔喔喔喔 很會跑 它真的很會跑 這裡也有啊 這裡這裡 我要這隻 哈哈 太厲害 這個魚長得滿漂亮的耶 就像武昌魚 這也是正溫水庫裡面的魚 對啊 但它是善良的魚種 那是善良的 變一五粗 原來我們的惡霸 終結者 也是要靠我們的這個 武昌魚 放在裡面 好 放在裡面 武昌魚是屬於水庫中的 原生魚種 大哥將釣到的武昌魚 養殖在這裡 保持魚耳的活力 才有可能吸引魚虎上鉤 甚至取之於水庫 用之於水庫 完全回歸自然 接下來我們就要尋找 魚虎最多的地方 開始布下天落地網 大哥 前面這一節的 不要把它砍掉 對啊 用這樣 這是塑膠尼龍繩耶 對啊 這樣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武昌魚 放到上面來 不是啦 用魚鉤啦 這是鋼絲耶 我的天啊 你們不是用魚線嗎 不是用鋼絲 比較不會快 所以說這個惡霸魚 牠的力氣很大 對啊 牠也要使用力啊 牠用的工具洞 都是我第一次看過的 竹子 然後呢 這是什麼你知道 彈力繩 那不就不會拉斷 不會拉斷 所以都是你自己做的 很耐用 對啊 厲害喔 然後我等一下就插 差不多那個岸北的 是 大哥 我選這個地方 我覺得OK喔 因為牠前面有個石頭 對啊 我們這樣插進去 就用這種槓桿原理 等一下 沒有插進去 可以了嗎 欸 欸 它吐條啊 欸 厲害了 這個竹竿很強力 你看 你看 這樣拉 有沒有 像一般釣竿 如果一般釣竿 已經到這麼彎的時候呢 可以了 大家可以知道 牠是20斤以上的魚 因為這魚丹很長耶 有沒有看到 對 厲害了好不好 好 勾哪裡 勾在尾巴 勾尾棋 尾棋的部分 勾尾巴 兩個 然後一個勾前面 讓牠油對不對 對啊 欸 讓牠繼續油 這樣 之前釣香魚也是這樣子 來 放在水裡 放在水裡就好了 對啊 然後要那個 喔 開始油了 那個湖在水面 三吹 讓這個魚呢 都一直在水面 水面附近油 對對對 這樣的話 那魚虎就會被牠騙 魚虎就會過來吃牠 製作陷阱的原理 其實很簡單 只要讓魚兒 保持充分的活動能力 就能夠騙到魚虎 否則聰明的魚虎 只要被騙一次之後呢 下一次就很難再釣到牠了 擁有二十幾年經驗的童哥 每回出門都會設置許多陷阱 最高紀錄成立在一天之內 抓到二十多隻魚虎 童哥說 抓魚虎的方法不只只有一種 接下來 牠要教我另外一種方法 叫做鹿亞釣 鹿亞釣 鹿亞釣 對不對 要甩出去 對 甩哪個方向 甩湖中央嗎 不是 甩岸邊 對 你剛剛講過 說草多的地方 牠喜歡躲在裡面 有甲鵝的嘛 這個甲鵝是 就不用五暢魚了 不用啦 這個是夾鵝啊 好 你教我怎麼甩 就這樣啊 投到岸邊裡面啊 哇賽 帥 判我 對啊 直接甩喔 甩 喔 很嚴耶 哇賽 欸 我的魚 魚鵝不見了耶 因為太近了啦 你怎麼會說出來啦 再說一次嘛 來囉 喔 好可怕 好可怕喔 1 2 3 甩 喔 這是夾鵝不見 喔 漂亮啦 還是很近 還是很遠啦 很遠了嗎 這樣可以嗎 這樣可以的啦 慢慢給它拉 慢慢給它拉 慢慢讓那個魚鵝 啪啪啪啪就這樣 就這樣子 對啊 然後魚虎就會跳出來 咬牠 欸 我感覺好像來到那個 過年的時候 那個周星馳的西游 有沒有那部電影裡面 突然間裡面有魚 因為那個魚 那個不上的話在 魚 那是什麼魚鵝 那邊有一個水 水 你真的會咬 你真的會咬 你看它有魚啊 整個冒出水面來 但是有沒有看到什麼 我魚鵝啊 魚鵝啊 魚鵝啊 鹿牙釣其實是利用 魚鵝喜愛追逐 活體獵物的特性 將夾鵝甩在水面上 快速收線製造水花 來達到混淆的目的 讓魚鵝誤以為 夾鵝是活魚 因此上鉤 甩了幾次之後呢 我也甩出心得來了 看我如此的德心應手 希望魚鵝快快上鉤啊 欸 大甲鵝看到了 中了中了中了 真的啊 你看 你看我的竿子 這隻好大尾 中了中了 中了中了 慢一點喔 會好造型喔 不會啦 它到了好可怕喔 等一下 慢慢來 等一下 三個塊 喔 耶 魚鵝 這隻好大 這隻好大喔 好可怕喔 為什麼它叫魚鵝啊 因為這個要準備連立啊 這我有幾斤 差不多八斤吧 八斤 那你說一般有二十斤的喔 我還要很大的 二十斤是它的三倍 對 它就是八斤的魚 所以這個才算小隻的喔 對啊 有沒有辦法乾公分 不要再去喔 好 它會咬斷喔 咬斷 而且你知道 我覺得它的頭好像是硬的 你看 硬的啊 不好意思 我敲敲看 它的頭真的是硬的耶 真的硬的耶 很硬的耶 它這個很像是那種尋龍魚耶 專門是吃 深溫水庫裡面其他的魚 對啊 它算是霸道的 暴力分子對不對 對 暴力分子 我們居然用路牙很快耶 我剛剛大概下到快 對 路牙很快耶 眼前的這條水庫禍害 不僅兇猛力氣又大 長相還像極了一條蛇 難怪魚虎又被稱為蛇頭魚 也是喜愛鹿芽釣的釣客們 最愛挑戰的魚種之一 看來今天我是初吻啦 一次就被我釣中了 同客說雖然時間也差不多了 趕緊回頭去看看我們設下的陷阱 有沒有收穫 有沒有中 武昌魚好像還在 可是武昌也沒有 有來咬啊 有來咬 被剪掉了啦 怎麼會這樣子 咬不到魚勾啦 那個尾巴給它吃掉了啦 我的天啊 這個牙齒也太粒了吧 對啊 常常會這樣子嗎 常常都這樣 牠牠還活著耶 對 魚還活著 給牠換去下去 在水庫中 偶爾會看到這種被魚虎咬掉 一大口的武昌魚 內行的人都知道這是魚虎的傑作 看到這只剩半條命的魚 我有點魚心不忍 不過 這是物盡天責 適者生存啊 接下來我們前往下一個陷阱 說是十那十塊 我們居然親眼目睹魚虎上鉤啦 啊 跑掉了 剛才我們來不及 你知道我們剛才還在想說 靠近這一竿的時候想說 欸 我們等一下 如果說可以看到牠目睹 牠那個魚虎直接吃的話呢 要錄到這個畫面 我們還來不及反應的時候 看到那個魚 那個竹子這樣 突然間這樣 呼 好大力的彎下來 我們說快點快點快點 肩膀肩膀 一拍 沒了 只剩下那個武昌的魚鱗了 整個吃掉了 而且非常大力 牠把整隻竹子斷 斷掉了 那竹子掉下去的魚虎跑掉 跑掉了 那竹子掉下去了 竹子掉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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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睜睜地看著魚虎跑掉 我們也只能垂心肝膀 最後只能把希望寄託在這個 最天然的陷阱上 隨著船越看越近 我的心情也越忐忑 快給我一條魚虎吧 有有有 你看到沒有 油上來了 你看到沒有 這個牙齒好凶 這個牙齒好凶 這個應該已經掙扎很久了吧 真的一個晚上了 你看他的牙齒 好可怕喔 怎麼弄呢 怎麼處理 有一個朋友在那個 專門在那個 出院在這個魚虎的 這個可以幾吃 差不多應該做差不多 五十多吃 五十多吃 這算是料理達人喔 當然是料理達人 真的喔 好好 來來來 你今天有福了 我釣魚請你吃耶 好好好 那我們再吃啊 沒找到這個天然的陷阱 真的讓第二尾魚虎給上鉤啦 我這就準備去找料理達人 聽說他可是魚虎界的翹竹 多年前 因為朋友送了他一條魚虎 一吃上移 從此便開始研究 魚虎料理的各種可能 大哥 小馬 請問你是昌哥嗎 對對對 這個童哥叫我來找你 聽說你也會料理這個喔 對對 魚虎啊 這個魚虎喔 你好 二條條 喔 二條條的啦 這兩尾可以做出幾種菜色 可以做出八至十種 真的喔 我都等不及了 我們剛剛從那個路程拿過來 因為經過了七十公里的車程 才到你這邊來 我裡面沒有放水 他為什麼還會挖掉 魚虎一離開水面之後 他就會產生聯盟保護自己 所以說他不需要水 他不需要水 也會活 也會活大概活多久 大概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會產生聯運的魚都特別好吃 來 助理他 來 我幫你處理 來 石門水庫有活魚三吃 正門水庫有魚虎五十吃 料理達人果然不是蓋的 鍋鏟一揮 創作出滿桌子的加油 看得我是口水直流 我等不及要開動啦 滿桌的魚虎啊 馬上就來試試看生魚片 讚 而且他吃完那魚肉還會回甜 這是魚虎的最大色性 這生魚片OK滿分 我看到眼前這一鍋 這個不是他 魚虎沒有魚腥味 不會像那個尤其這一塊肉 我吃起來 你看看 水配吧 你吃這個武昌魚的時候 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 所以他這邊的活動量 他的雞肉群就很巴胎 對 所以吃這一塊算是魚虎當中 頂級的部位 對 厲害耶 真的像雞肉耶 像雞肉 真的 可是 它多了比雞肉的綿密感 好吃 這個根是我最近研發的 魚肉包在那個魚漿裡面 你把魚肉打成香 像做魚丸一樣的方法來做 中間還有一塊肉 沒有骨頭耶 沒有骨頭 我們魚骨頭 完全沒有骨頭 我整口就要吃 沒有骨頭耶 這個呢 這個日式酥炸魚 我們本店的招牌 這要沾這個 對 梅奶 牽島醬 牽島醬耶 吃吃看 我覺得你可以跟那個 國際的那個 餐飲集團來合助我耶 賣什麼有沒有 什麼 什麼叉 什麼牢有沒有 你給它裡面放過雲苔 我跟你講 絕對好吃 大哥我覺得你這個時候 好好拼不上去 你要把握這個 真溫水庫 帶給你的豐沛的資源 然後呢 讓更多人能夠吃到 這魚虎大餐 我在那邊跟大家保證 真的好吃 各位觀眾 可得原諒我的吃相啦 這魚虎大餐 太好吃啦 色香味俱全 下次來到真溫水庫一帶 不妨選選我 為民除害 還能夠同時享用到美食喔 世界之大 無奇不由 夫人莫殺 五花八門 跟著我的腳步 給你超無想像的 台灣Dating